今天,教你们怎样改掉发脾气的坏习惯 当然最好的方法是念经 还有一种方法是把它养成习惯 只要一想发脾气,马上习惯性地想几句话 如,我不能发脾气,发脾气对心脏不好 发脾气人家会笑我 发脾气会火烧功德磷等等 常常这样想就养成习惯 等到一想发脾气时 就会自然形成一道天然屏障来阻碍你发脾气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学佛早班车 师父说,这道天然屏障在你们每个人心中都有 只不过你们没有把它竖起来 比如,一个男人整天在家里发脾气 而太太在心里早就竖起了天然屏障 师父还说,这个男人发再大的脾气 他都会不理不睬 他心里会想,好可怜的男人啊 神经又开始不正常了 这句话就是他的天然屏障 这就叫无表色 即没有表达意思 没有任何表情 没有任何色 实际上,这个色就是空 没有感觉到这个物质的存在 接下来,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 首先,这位同修分享道 昨天喜事,一起放生 问了刚开始念小房子的老妈妈 她说,以前总是睡不着 现在念经念小房子后 半夜醒来能睡着了 真是恭喜恭喜呀 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今天喜事,修了半年 师兄婆媳关系 喜愿念诵姐姐咒一万遍 祈求化解冤结 母亲节 媳妇发红包 祝福师兄 母亲节快乐了 真是恭喜恭喜呀 师兄还说 念经后胸口不痛了 听了后 真的给我太多信心了 我的喜事 以前总是觉得我去度人 不过现在感觉不能高高在上的施舍 而是觉得众生才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来度我有耐心 有毅力 坚持弘扬佛法 他们是未来的菩萨 我更应该多花时间帮助菩萨度人 让菩萨和师父救他们 学佛不是要灵验才学 而是坚持后才会灵验 心灵法门这么好 真的是我们的福气 我本人不开心 不会笑 不会开智慧玩笑 现在通过师父广播 我也会笑了 愿菩萨保佑我 开心每一天 一事修成报佛恩 希望我的分享转化成功德 消业障开智慧 平安吉祥 身体健康 感恩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我妈也是师兄 农村人 没有上过学 我叫她和我一起学白话佛法 她念经也是一个字一个字 用手点出来念的 现在认识很多字 通过许愿念诵一万遍姐姐咒 我和母亲关系好一点 我用东方台版本 共修白话佛法的要求来学习 真是太开心了 她是老人 她先读 我读一句 她跟着读 然后读一段 我们就分享师父教我们什么内容 然后把我们共同的经历 做得不对的 我们改正 做得对的 我们更加自信了 白话佛法真的无量无边 智慧妙法非常多 我们都非常开心 有一天我忙 没有一起学 母亲就催我了 希望我们的开心带给更多人 让更多家庭幸福快乐 学习白话佛法 家家户户 团团圆圆 感同修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感恩观世音菩萨和师父 慈悲加持保佑 感恩诸佛菩萨隆天护法 法喜充满 今天去一位师兄大姐家 她开始学念小房子了 她只上了二年级 可是非常认真好学 手把手教她如何填写小房子 她就是很听话 学得慢 只要愿意学 我就愿意教她 现在是桑拿天 也没有感觉怎么样急躁 心里很舒服 大姐她告诉我 前几周暑假回老家 种地 坚持做功课 上新香 我一个劲表扬她真棒 媳妇在家里小佛台 每天坚持上香 真开心呀 她说 还有一位亲亲大姐 也开始做功课念经呢 准备设佛台 比她还能念经呢 这次回来 她过意不去 把自己家里种的大辣瓜 和新面烧过来 让我品尝 坐在车上 我感恩观世音菩萨和师父 心灵法门 让我体会帮助别人的那种 不一样的感受 说不出来 心里特欢喜 今天一天都很高兴 跪在佛前重复许愿 两盏油灯都结了大莲花了 仰望佛陀和观世音菩萨 默默流泪了 想念师父 此时此刻终于明白 师父在法会上 慈悲救人多么伐喜呀 师父肉身虽然很累很累 但是心系众生和弟子 一次又一次挥手 加持我们 直到法会最后一刻 还是不舍得离去呀 那种感觉 弟子好像开悟了很多 再次感恩观世音菩萨 和师父白化佛法 加持保佑弟子 增长更多般若智慧 弘法顺利 感恩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2023年7月12日凌晨4点5时 我刚睡醒 看了一下手机 发现 昨晚半夜有人发信息给我 说我车子的灯开着 还拍了一张照片给我看 我一看 哎呀 车子灯开了一晚上 电瓶的电 大概快要用完了 六点左右 我过去把灯关掉 就发现 车子遥控器关不了门 心想 这下肯定要换电瓶了 就叫了一位师父 过来帮忙看看 我直接跟他说 可以换电瓶 师父说 像这种情况不用换 只要搭一下电 让车子发动30分钟 自己充电就可以继续用了 他帮我搭了电 还分文不收 感恩菩萨 感恩好心人 我回想起 在去年有一段时间 车子停了三个月没有开 我开车去4S店 店里工作人员就明确 让我要换新的电瓶 我心里不是很愿意换 奇怪的是 工作人员说好这句话就走开了 让别人叫去了其他地方 之后没有人让我换电瓶 我感觉这两次都是菩萨在保佑我 电瓶还没有到需要换的时间 不让我多花钱 分享结束 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 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自己悲 不让师父悲 不让师兄们悲 接下来 让我们来听师父的精彩开示吧 卢台长精彩开示专题 纪念地藏王菩萨诞辰日 师父开示极紧 编者安 农历七月二十九 是地藏王菩萨诞辰日 地藏王菩萨是佛教四大菩萨之一 以地狱不空 恃不成佛的大愿 以及大孝而闻名 被尊称为大愿地藏王菩萨 其安忍不动 犹如大地 净律深密 犹如密藏 慈悲就拔 地狱最苦众生 名养两立 作为心灵法门佛子 当追随佛陀脚步 秉称观世音菩萨 与师父慈悲之力 学习地藏王菩萨 大愿精神 普度有缘 一 地藏王菩萨名号之深意 一 如何理解地藏王菩萨的名号 选自2018年9月9日 悬疑问答 师父好 今天是地藏王菩萨的圣诞了 今天法喜充满 很好 很好 地藏王菩萨 真的是也是大悲 真的大悲愿 他是一个非常非常 有智慧的菩萨 他你看 他百忙当中 还要来护持心灵法门 对 真的是一个好菩萨 其实他们这个都是 都是实地菩萨的 就是佛了 只是他们要把自己说成菩萨 就更接近众生呀 明白吗 明白明白 师父您开始一下地藏王这三个字吧 地下有没有保障了 我问你 有有有 那么地藏呢 他没有把任何的地藏 全部作为好像不好的 对不对呀 但是都是作为一种地下有保障 但是在地下这个保障呢 比方说救度众生也叫 也叫保障 那么从菩萨的境界上来讲呢 自己心能够安忍不动 犹如大地 对不对呀 那么就地 对对对 那个地藏王菩萨呢 他非常的安静 非常的这个思虑很多问题 考虑问题非常的周密 那么就像我们现在很多人做事情 根本不管后来的 只管过去的 只管做的时候的一种享受 所以呢 地藏王菩萨的意思呢 就净虑生命呀 生就是很生去密 就是很密集的去静静的去考虑 犹如密藏 就是像这个密藏一样 秘密的保障一样 所以一个人的思维 如果非常的静虑 很安静去考虑问题 能够安忍 他就犹如密藏 安忍不动 犹如大地 那么地藏 那么这么多的地藏里面呢 他能够拔苦 救别人 对不对啊 而且地藏王菩萨是大孝和大愿的 这个融合体 所以大家就称为他 大愿地藏王菩萨 所以汉传佛教里面有四大菩萨 他就是一位 你知道他的道场 道场在哪里吗 安徽九华山 地藏王菩萨道场 感恩菩萨 感恩师父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在一起听师父的白话佛法 要学会 要学会找几个能让你解脱 对你最有说服力的理由 存放在心里 当自己想发脾气时 想一想 存放在心里的话 他就会阻碍你的言行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元气满满 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同时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